我們現在這裡已經車好一圈了 有看到齁 車好一圈了 好 那我怎麼剪呢 我把它捏起來 中間先剪一刀 不要剪太長 那就一個洞 剪刀才進得去 剪開 剪到這裡 這一個阿茲要剪出來 但是不要剪到外面的線 這邊也是一樣 剪到進來 不能剪過頭 剪過頭就斷線了 可是也不能剪不夠 剪不夠的話 等一下那個框框會不漂亮 現在剪開了 要做整趟的動作 外面這裡有兩條線 我會先做一個整趟 不要太高溫齁 這邊燙 換這邊也要燙 然後兩邊都有稍微燙過 才全部把它塞到這個洞裡面 然後塞進去 翻到後面去 那個內裡布 翻到後面去 等一下這邊會有一個框框 那我要先做整趟 翻到背面來 我先整趟一邊 你熨斗溫度要控制一下 也不能說非常高溫 先整理一邊 再整理第二邊 這個框框這樣才會出來 好 現在我用正面看一下 這個框框就出來了 放正面的布 溫度 熨斗不要太高溫 稍微在那個邊線壓一下 作品盡量不要壓 這個框框就出來了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放拉鍊的位置 好 這樣以後 我們這邊 翻到背面來 我要從 這個框框的下方 這邊是上方 這邊是下方 下方下來一公分 所以我尺會這樣子擺 好 我用鉛筆就可以了 在這邊畫一條線 這邊畫一條 意思就是從這一個 這個位置下來一公分 畫一公分就對了 我左右這裡的兩個線看得到 做反折 看 這個折線就是我剛剛做記號的一公分這裡 這個一公分有看到嗎 就是我剛剛做記號的 就是這個框框的下方這裡 下來一公分的意思 這裡是沒有畫線的 我畫邊邊而已 畫兩個邊邊 這要做這個折套 因為等一下手扶著 我要把它翻過來 等一下拉鍊 是要潛入進去的 你面對它拉鍊是 你面對它拉鍊是 這樣子拉的 不可以顛倒 是這樣子拉 所以你是找這個方向 這個拉鍊就是要放進去 因為我剛剛有折套那一公分 拉鍊放進去會剛剛好 而且我的鐵片 剛好在這個框框裡面 因為我要車外圍 0.2 0.3左右 這個位置 然後現在 這邊是下方 這邊是上方 好我現在扶著 過來拉 紅鱗機這邊 外圍壓腳要換掉 找 拉鍊壓腳 拉鍊壓腳有兩邊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我現在要車左邊 我的拉鍊壓腳要放右邊 你手就這樣子 這樣子拉 他就扣上來了 他扣住右邊了 他扣住右邊了 我要車左邊 拉鍊壓腳要放右邊 而且你的針位一定要中針位 不能左針位 不然會斷針 好現在我把 我把拉鍊拉開 我家先車左邊 你這個拉鍊頭 就是那個鐵片的剛剛好在邊邊 在框框裡面 在框框裡面 不能躲到後面 後面的話會車到 這樣進來 我要車他的外圍 0.2 可是我今天只先車 一字就好了 就是一道線而已 我不是要車整個框框 我只能先車 一道線 而且一定要回針 你把這個拉鍊很均勻的放好 車下來 車到一半這裡有拉鍊頭 所以不好車我會把它抬起來 把這個拉鍊頭往後拉 拉過去了 再把它扶好 你看像這個鐵框也是 鐵片也是在這個框框裡面 這就是對的 我現在只要車一道線而已 我有回針喔 好就剪掉 這樣子 再來看一下喔 我只車一道線而已 好現在把它翻到背面 本來是長這樣子 把它翻過來 做一個整探 本來是這樣子嘛 我把它翻過來 整探一下 再把它拉來這裡 蓋住它的黑色的位置 黑色的位置 稍微壓一下 這是暫時固定 我手要扶著 翻到正面 然後輕輕的放到縫綠機 放上來 我剛剛只車一道線嘛 所以我還有一個U字 還沒車 我要轉成這樣方向 可是我現在要車右邊了 我的拉鍊壓角 換過來 要放左邊 轉回來 從這個位置 車下來 再車到這裡 這裡 等於說有一個U字而已 一定是這樣進去的 然後我還要把我的拉鍊 拉開 它是拉開的 這個拉鍊會跑掉 要把它挪回來 一樣要回針喔 針要扎著才轉 好 像這個拉鍊要把它 不要說跑 跑掉了 這樣子 一定要推到 漂亮的位置 好 這樣車下來 就是車這個框框到0.2 0.3 不要太 把它拉下來好了 這個時候把拉鍊頭再拉過去 好 我說就是這個整個U字框框要測出來就對了 一定要回針 然後我就剪掉 然後剪掉以後 我這樣子 它拉鍊其實 是很漂亮了 可是我只測這裡 我的左右這個都還沒處理 所以這個有 還是有開口 所以我順手 我這樣子 我就把它測下來 轉回來 因為這邊都還有開口 這樣子 左右才有測起來 等一下 打開來看 它本來是長這樣子 再打開來看 它拉鍊是完全都是漂亮的 沒有看到拉鍊邊 有沒有很清楚 沒有拉鍊邊 是隱藏式的 這個就是 拉鍊的位置 這樣子 OK了 完美